我不知道 那個 又撇開畫 又插開畫 沒有 插開畫也很好 在細胞產生性的變異之前 之後 它就也會持續繁殖 產生性的個體 產生性的個體之後 它就會有新的樣貌 出現在這個社會上 對不對 基層 這樣對這個 直接炒的是壞的 油耗油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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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化 進化 所以 浩雲的意思是說 油耗油耗 油耗油耗 好 不管就是因為它有進化 壞的部分 它沒進化 壞的部分是什麼 沒進化 不過進化就是 世界跟原果 停在一個角度 進化就變成一個新的生物環 沒有錯 因為進化變得更強 那是另外一個說法 會變滅絕另外一個新生物 沒有可能 滅絕別的生物 它變成新生物 但是為什麼進化變得更好的 壞的是什麼 進化 什麼是壞的 壞的是什麼 退化 壞的也是進化的 退化 滅毒 壞的是退化 有人這樣說 壞的也是進化 所以如果這樣講話 進化是有好有壞 進化可以是好 也可以是壞 是這樣子嗎 突變有可能變成進化 又變成退化 OK 突變 突變有可能是進化 有可能是退化 是這樣子 好 這沒有錯 突變 那什麼叫退化 什麼叫進化 什麼叫退化 什麼叫進化 突變有可能是進化 有可能是進化 變屌 那什麼是進化 變屌就是進化 變化的變爛就退化 OK 那什麼是變屌 什麼是變爛 Figure through 就是會讓別人跟佩服他 變成進化 變化成的 被 被邱靚童羨慕 被邱瑩羨慕 叫進化 對 然後邱瑩羨慕啊 邱瑩羨慕你什麼 應該會更羨慕 反正羨慕我有 十根比他還要進化 為什麼覺得他會羨慕你 有五根手頭 十根手頭 你如果是團體 本身是小 沒有 那是你有你的想法 在開始求 有些人會想要 當一堆的鳥嗎 有人會想要當一堆 那是你在羨慕嗎 有可能有些人啊 所以你會認為說 鳥對你來講 鳥是進化了 有可能 對某些人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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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鳥是進化 鳥是進化 鳥會飛是進化 是這樣嗎 那會不會鳥會認為說 會帶順利游泳的是進化 對某些人是進化 都很有意思 現在是退化 那問你喔 鴕鳥 對啊 鴕鳥他人的時候會飛的鳥 變成不會飛的鳥 鴕鳥不會飛的鳥 是進化還是退化 進化吧 他腿一個長 他腿一個長 是進化 是進化 是退化怎麼說 退化是能進化的腿 退化怎麼說 剛剛浩瑩說退化 牠的翅膀不重用 退化,牠的翅膀變成沒有用了,變成不會飛了 是退化 那像四隻動物變成慢慢的 猴子的四隻,牠手可以拿東西吃,腳可以拿東西吃 是進化還是退化? 進化 那牠退化什麼?牠上市了什麼? 退化是奇怪的動物 今天尋動物,還是會有人開發出來的問題 那像,如果有人說,人類是從原人變成人 那進化在哪裡? 我們的腳變成不能拿東西吃 有個人用腳拿東西吃 比如有些牠今天沒有手,牠喜歡用腳 變得更保守是嗎? 牠的腳都拿不進給牠 沒有,牠們可以,牠們從小 因為牠們沒有手,牠們從小訓練自己的腳 牠是可以拿東西吃的喔 牠可以坐牠,還可以開車 我看過有個媽媽 牠有個媽媽,牠天生就是沒有手 所以牠後來結婚了,生小孩 牠做的行動,牠都可以自己用腳穿衣服 然後用腳去照顧被你煮飯 很厲害 用腳煮飯,牠都不想吃 牠老公也是吃狗 你的感官,你的習性已經 已經抑制著你的腳 腳就是四肢的一部分嗎? 對,也很正常 那牠針出來的小孩 除非牠不用腳踩在地上 牠針出來的小孩 好,那個 沒有手,沒有手的這個媽媽 牠伸出的小孩是四肢正常嗎? 為什麼呢? 對啊,為什麼呢? 就像我現在如果把我手手漂亮 用手手的切掉了 我身材小孩還是沒有這個 不是不是 你說那個媽媽 天生就沒有嗎? 牠天生沒有手 是因為牠的 在細胞分裂中 一個分裂成兩個的時候 分裂成四個的時候 分裂成 牠可能某個階段 已經分到某個階段 這次被牠準備分成手 我都不想再被切斷 這個媽媽的肚子裡面 牠可能在這個時候 因為媽媽也生病 牠吃了藥 這個藥可以影響到細胞的分裂 因為牠手在分裂的時候停止了 手就變成分裂了 所以牠變成沒有手 可是這代不代表牠的DNA裡面 沒有手的DNA 不代表吧 不代表 所以牠的小孩是可以有手 懂嗎? 所以我們DNA的存在 因為DNA的存在 所有我們人的性貞 我覺得牠可以開一個翻 然後去教人家如何使用不教 有時候這很難 就是說 我今天來跟一個同學 討論說 眼睛瞎掉的人 他怎麼去學習 眼睛瞎掉的人 那你學講話 沒有 像我們聽過最有名的就是海仁凱樂 聽過這個人嗎 聽過這個人嗎 聽過 這個 又紅又 又牙 海仁 這個完全沒有用 海仁仙肚師 我知道他聽不到 看不到他就無法講話 海仁凱樂 他是一出生 他是被診斷 是又龍 又龍 又忙 又牙 我就不是 不是一出生法 但是 應該只是因為 但是 但是他的牙 不是真的牙 是因為他聽不見 他不會學習講話 他 我記得不是一出生法 是有一次小時候生病 就是這樣 但是他很小的時候 很小的時候 所以他其實跟出生是一樣的意思 就是說 因為你從小就沒有的功能 所以你的腦袋 會很厲害 是幫你強化其他功能 所以他的人 這個海仁凱樂 他對陣動都非常敏感 他對空中的陣動 超私人的陣動 都非常敏感 好愚蠢 我本來沒法想像說 這種敏感 到底有多敏感 你們有沒有看到一部電影 那部電影的平價很差 就夜盲俠 超自然的陣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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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超自然的陣動 聽起來就是蠢 夜盲俠是眼影俠 但是他是個 他是個 叫做什麼 叫做超級英雄 超級英雄 超級英雄 就是 美國不是他們很多影集 就是像超人啊 像蝙蝠蝦 像這個 你說另外一句話那種 對 他們就會去幫助別人 蜘蛛俠 蜘蛛俠 對 那這個人 夜盲俠呢 是他本身是天生眼瞎 然後他去感受這個世界呢 是純粹靠的聲音 所以當雨 下雨的時候 那雨滴打在你的臉上 他腦袋裡面就會出現你的影像 因為你的雨 那個雨水打在你的臉上的時候 會有震動 那個震動會 跑到他的耳朵 他光靠這個震動 他可以感受這個人的影像 那如果他撐了雨傘 對不對 你撐了雨傘的話 就聽到那個雨傘的樣子 他人的影像消失 但是會出現一個雨傘的形象 所以他腦袋裡面 人會有一個影像 那也是導演的想像 編劇的想像 但是那個畫面讓我覺得說 喔原來 我就有個感覺是 原來 幾乎 就是眼睛像這樣 他雖然沒有視覺的 但他的視覺又別動在取代了 他用另外一種感官來取代 海倫海倫也是一樣 他要怎麼學講話的 他要怎麼學講話的 他身上是 他那個老師 抓海倫海倫手 去摸他的喉嚨 你講話之後喉嚨會震動 對不對 但你講不同的話 實際上震動不一樣 像我自己感覺 我自己講話 我沒有感覺別的才 沒有講說小狗 小貓 小狗 我感覺起來 這個震動是一樣的 可是海倫海倫 他從小就沒有眼睛 沒有聽力 所以他感受的震動不一樣 他可以感受這種細微的差別 所以當他老師把他手放在他的喉嚨上講話的時候 他可以插出一個差別 然後老師在把他手放在他的喉嚨 然後去發一個音 去模仿那個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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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慢慢就可以說出 像文字的 像語言的東西出來 八個 對不對 他比如說 對 他第一講的八個是水 好 那這樣學習的 好 那回來了 我DNA性證的部分 DNA DNA型態的說 我們一個生物 從父母這一代到子女這一代 他把所有的性證都帶下來 有手有腳 他會有手有腳 那 我問你 海倫海倫 他學會說話以前 他還想事情的時候 都怎麼會想 這我不知道 真的是 沒有語言 那要怎麼會想事情 對 你講得非常好 對 沒有語言的時候怎麼想 我才是動物小時候 小優男的皮 我眼前面就想 我哭 我們也不知道 想不想什麼想事情 他肚子餓通 他就是哭的 可是他對肚子餓的事情 他只能描述 他腦袋 你可能描述這件事情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題目 我覺得後者很厲害 就我們其實很多 很多精神學家 或是科學員他們研究說 到底人的腦袋 怎麼去運作這件事情 譬如說 因為我們會講 所以你有時候做夢 你事實上現在聽到語言 聽他講話 對話 所以有對話 因為我們看得見 所以夢裡面就是有影像 一個眼瞎的人 他的做夢有沒有影像 好問題 好問題 很難出面影像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看過影像 他不知道什麼是影像 如果他出生就眼睛 他覺得也沒有聲音 眼睛忙跟聲音沒有 如果一個出生就眼瞎 但是耳朵是正常的話 他是那些聲音 他的視線沒有聲音 但是他沒有 沒有顏色 沒有形象 你是不是應該可以摸什麼 啊 如果只是眼瞎 那應該也可以摸摸看 他做夢有沒有影像 對 是雲花神像嗎 我沒有這個機會 碰到這樣的人 跟他討論 我碰過一個人 但他眼瞎是 大概活小的時候 才眼睛下亮 所以他說他做夢的時候 是有影像的 我問過他 他說他做夢的時候 是有影像 就有看到一些情景 但他 有些心中他沒辦法想像 他為什麼也有家 他車禍 好像他駝橋被霸 你那駝橋是對的 蛤 眼睛閉著說 不會啊 因為他 其他的感官 其他的感官 他一樣是會霸的 像我最近看那個 實習醫生隔了 那一支影片 他有一個 腦神經外科醫師 他有一個小孩子 出生的時候 他們腦一半是有問題的 是有病的 他沒有說 好可憐喔 自己的小孩就 嗯 然後你那個 腦神經醫生 就決定把他腦給 因為那一半切掉 他媽就很緊張 你這樣切掉 他媽媽 他媽媽就會覺得說 你這樣切掉小孩子 會不會有問題 那醫生就這樣說不用擔心 他還很小 他的腦還沒分化 就像你的細胞 一開始還沒分化一樣 腦的功能還沒完全分化 所以就是把一半切掉了 他其他部份還可以 繼續分化 他需要的功能 就是 在小時候還可以做這個事情 所以 昨天又有個小朋友 又有個同學問我說 為什麼 總之你們大人就要 這時候趕快學點什麼 學點什麼 我不想 我這樣去 多幫你打電腦 打電動 我說你們小時候 在這個時候 是學習力最重要的 因為你的腦還在發育 你跟什麼人接觸越多 你那部分就變成你的強項 等你到慢慢的經過青年 這個青春期 再往後你的腦慢慢定型之後 那個分化學期 會不會變得很慢 譬如你看如果一個小孩子 其實就是我們在講進化文科 我們在小小孩的時候 你看 我曾經看過 我那時候我們家兒子 他手被 就是去弄到受傷 兩三次就癒合就好了 可是你看年紀大的時候 那個受傷 有時候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癒合的程度都沒有 那如果你不去管他 就變成人生所破傷病 剛好跟破傷病 破傷病是因為細菌 你感染的關係 但是我講的是 我講的是 波波性阻止眼 波波性阻止眼 就是 你有時候生病的原因是 就是我們的育兒能力 真的變差了 他就沒辦法去抵抗他 那 但是小孩子有可能會這樣 因為小孩子有些 能力還沒有完全發展出來 譬如像免疫力 小孩子免疫力 他沒有辦法那麼強 他有可能會因為感染 造成他的很大疾病 但是 小孩子在他 天生的一些能力上 是存在的 所以他的細胞還給他分化 那細胞給他分化 這是一種 很好的能力啊 對不對 那 像我們現在已經很多能力催化 譬如說什麼能力催化 我們現在有什麼能力催化 我們現在有什麼能力催化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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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我動物 批著毛的領片之類的 就 不可能 OK 剛剛那個近人講說 是我動物批著毛上對不對 不對 好 哪裡不對 威樂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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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片算什麼 呃 如果把動物的毛當成這樣 是這樣 是這樣 零片算是一種 可能人家也有韓毛啊 好不好 零片算什麼 零片算毛嗎 你們覺得 零片算多多 零片來跟人家的比較 零片比較像人家什麼 會這樣 嗯 覺得是這樣 嗯 它是硬殼的皮膚嘛 保護你 可是因為毛皮 跟零片有沒有只是類似啊 呃 近零片有沒有細胞 也是保護 我應該說零片它是 也是蛋白質層 它比較沒有所謂的那個 它不是細胞 頭髮是蛋白質 頭髮 對 零片 嗯 對 我也不是說 所以頭髮都放得到 都可以對不對 也沒有錯 皮基層這小段 也是 我們頭髮如果 把它放下來看 頭髮一層一層的 應該直性狀 跟硬殼不同 其實怎麼又假殼一張 我問一下 你知道的太多了 假殼 假殼也是啊 假殼也是啊 假殼它是把皮膚 轉換成硬殼 對 再演化過程 把它需要的皮膚 它轉換成硬殼 保護到自己 還有恐龍的也好 譬如說像烏龜 烏龜的殼 也是皮膚那一種 恐龍有零片 蜥有零片 對 沒有 剛才講 有一個零片 對 他剛剛講說 呃 所以說 你剛剛講的是 人類光度也不是啊 人類還是有頭髮 也是啊 還是有 有點稀疏的毛 還有人類有什麼東西退化 可是如果人類 全身毛茸茸 你會覺得 這是比較好的嗎 如果你認為是退化 我認為我唯一有穿衣服 有噁心動物 都體主義 對 我們如果也有 這是一種 就是我們被 教化的影響 我們被教化之後 你會認為說 好像 不穿衣服 就是一種 很噁心的事情 不會啊 好啊 OK OK 好 所以這是一種 我只是不想看男人 就是 不是 但是其實 就是一種 自然的情形 就是那種 保護別人眼睛的 全力 我一點都不想 可是你別人被教育到的話 你會覺得還好啊 就 覺得這不會上眼睛的 不要再忍 不要再忍 如果 如果從眼視 你全家都多光 停停停 OK 我們可以這樣講話 停 我們這樣講話聽不聽 現在浩先生講話 太超過了 我是主席 所以請你們 追蹤我的說 誰可以發言好不好 來 浩先生 喔 風光性主持也就是 你比我還沒 記成 記成 如果你想解釋 請你舉手 回到你解釋 如果你不想解釋 先錄我的時間 好不好 好不好 我可以頂到你就先 不要人太多了 小猴子 好 風光性主殿 基本上是一種感染 感染之後呢 因為這病毒 沒辦法即時被消滅 所以它在細菌 在你這邊 就持續的繁殖 持一繁殖 繁殖上比較局部的 大範圍的感染 發炎現象就產生了 所以就紅腫發燙 那這個部分 風光性主殿 如果繼續往下發展的話 如果你的身體的抵抗 一直沒有起來的話 它會變成敗血症 那當然很快就死掉了 上次我們看過影片 上次我們有看到一個影片 他一天之內 早上進去的時候 還開開金星了 他為什麼進醫院 他就是他自己 在肩膀這邊 開了一槍 他有病 對他有病 然後他去醫生 他去醫院之後 他說不是摔角選手 我最厲害的就是 給抵抗殘兜 我為了證明 我能抵抗殘兜 他全身都是刺青 然後他說 我現在在收起槍傷 所以我自己打了一槍 然後這個 你看真的八人 是獨一無二的 很厲害 我很厲害 他一直被醫生炫耀 醫生就幫他處理槍傷 弄完了他休息 他在跟醫生開玩笑 早上的事情 下午守住 晚上都還在開玩笑 到傍晚 他開始全身發抖 發燒很冷 醫生說你怎麼回事 他們把檢查槍傷都沒有事情 都很正常 一驗血 白眼球突然暴增 白眼球突然暴增 你身體有發炎的現象 你白眼球要大量知道 白眼球去攻擊你的病毒 他為什麼突然發炎 他們檢查槍傷都很正常 白眼球說你沒有哪裡痛 他說我腳很痛 就會打開一掀開一看 他腳有刺青在發炎 腫了 他說你什麼都刺青了 我昨天下午就刺青了 那刺青可能 刺青那個針沒有消毒乾淨 所以在針上面有細菌 所以刺青管中 他整隻腳已經腫起來 然後已經敗血症 瘋狩腫的病毒都已經過了 病emi直接進到半可狀 他全身都四下 然後他們沒有消毒 因為他那個細菌擴散到全身 所有的器官都已經開始衰敗了 器官沒有法用 所以器官沒辦法用 你拜訣症嚴重的話 整個因為他學著血液循環 他全身去 你所有的器官整個就壞掉 所以他一下就死掉了 所以那個醫生也敢看啊 敢開也敢開說 早上進來的時候 活蹦很跳的看 啊 我很強 我很厲害 我是摔訣選手 那下午就用一個拜訣症 就一個細菌感染就死掉了 所以你看人類到底是很強還是很弱 細菌這麼小的一隻細菌我們都打不過 對不對 低層 他老人也有自信 好 所以 好 所以我們上上禮拜講了一個 到底是性化或醉化 純真看你的觀點 細胞的突變 細胞的轉變 並沒有什麼好或不好 純真是看你 能不能應該是改變 那你幹嘛問我們好還是不好 因為奇怪 你是故意的 對 我就故意要問他 這個真的是很可惡 對 不用 這個好壞 純粹是因為看你 對面後面的生活的改變 環境的改變 你能不能適應下來 如果能夠適應 他能幫助你適應 是好事 如果不能幫助你適應 就是好事 如果不能幫助你適應 就是好事 因為有長幾度 所以在這次懸說裡面就有人提壓 有一個說明家說 用盡沛退說 有沒有聽過 用盡沛退 聽過沒有 用盡沛退 對啊 用盡沛退說 你常用的就會經過 你的下一代就會越好 費 就是你不用的 他就越來越退化 就會不好 等一下 下一代也會被遺傳到 這是你的說法 譬如說 我喜歡跑步 我天天跑步 所以我腳變得肌肉的發達 然後咧 下一代就會 我的下一代也會變得肌肉的發達 是這樣嗎 我問你是不是這樣 我覺得是啊 也是所以你覺得 所以頭腦簡單太累了 頭腦簡單 頭腦簡單可能是遺傳 這沒有辦法 可是交集的他爸 還沒有錢的啊 頭腦不好啊 頭腦簡單跟你用盡沛沒有關係 你頭腦簡單並不是你都不想 所以你都長大 你的小孩生出來都不會想 並不是這樣子啊 那笨蛋他生下來還會生蛋嗎 其實我這樣認為啦 我們講說笨蛋聰明 這就是跟進化推化性一樣的概念 就是一個人在腦袋裡面 我們如果說分不同的能力來講 可能有數理的能力 數學的能力 可能有文字的能力 可能有圖形的能力 可能有邏輯的能力 可能有運動的能力 可能有什麼能力 什麼能力 有很多種不同的區塊 不再說話了 每個人都不好 好 你們認不認我一個人是說的都很強 蛤 說的能力都不好 你們覺得有點困難 有吧 基本上我都沒有遇過 我沒有遇過都很強 我真的沒遇過 我遇過文字能力很強的 他會寫文章的 可是其他東西都是還好 我遇過數學能力很強的 可是人機構的能力很差的 搞不好 我遇過邏輯能力很強的 好像Pose邏輯能力就超強 對 可是其他能力就是還好 我不是說猴子還好 我說其他能力很強的 我遇過圖形成練強的 必須要替成像 像羽龍 對 像小薇 可是圖形成練強 那其他能力可能就還好 還好還好 還好還好 運動能力很強的 運動能力很強的 我還有其他能力 對 可能其他能力不怎麼樣 所以說我大怕 運動能力很強 我是怎樣 你的反應很好啊 你的反應很好啊 對不對 你的反應很好 黎明啊 那個不是反應 那個是習慣 那習慣嗎 因為他並不需要 突然來個東西 他就要反應 那是反應 你這 他只要一直做一樣的都可以 你當下那個杯子的狀況 你都要去反應他 並不是說 只是習慣而已 他每次都點陽 如果沒有反應力的話 那你要怎麼超越自己的速度 對 那是習慣 反應能力 好 停 你不相信 你可以去試試看反應 就是 像我現在去玩 玩L2L 我就沒辦法反應很好 因為我手術很快 對啊 我手術很快 有很多啊 突然會動出來 但是 但是 我相信 我在貴蟲燈爹 停 停 要發言的不是 請你繼續手發言 好 是你說 差 這個 他玩L2L 他的技步的情況 他比我好很多 比別人都好很多 比一般人 比一般人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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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這次的反應比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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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我覺得他進步 技巧 猴子 幫你都舉手發言 好 好 所以我不認為說 什麼是天才 什麼是笨蛋 什麼聰明 什麼是笨蛋 因為每個人都有某一方面的能力 只是過去的 過去我會認為說 你在文字能力處理很厲害的 梳理能力處理很厲害的 表示你是聰明的人 你會跳舞 沒有用 你會打球 沒有用 對 可是不是這樣子的啊 這世界上需要各種人才啊 你會跳手速到比試 你會處理文字處理數學 只是一部分的能力 不代表你就是特別聰明 肯定過去的我們的教育的習慣 會把這樣的人當成你聰明人 但這是一種不同的思維 交結超蠢的啊 他完全沒有用得住 至少目前看起來 好 沒有舉手發言 啦 用力配對 你走的朋友 你常常用 因為我手 我手背很強 我身體很小 因為你手背很強啊 我的敵人因為我常運動 我的敵人被我改變了嗎 有可能 我的敵人會不會被我改變嗎 哇會耶 好可怕 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改變DNA 所以我的小孩 生出來 我的小孩 不見得手背很強 他手背很強 他要做什麼訓練 但是有個狀況是這樣子喔 譬如說 從來這A跟我 我們兩個一起做訓練 可是我肌肉長得很強 他肌肉長不出來 有沒有可能 有沒有可能 為什麼 每天8小時然後30年左右 就是他們同樣的訓練量 他跟我一樣一起GR0 我們每天舉100下 每天舉100下 結果 兩個月之後 我的肌肉都長出來 我變得很強 但他肌肉長得太出來 他至少會比他原本 對對對 我們比原本 就是跟我們兩個一起比較 從基礎往上 我只問你有沒有可能 你要找兩個一樣的基礎的人 他只會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還是 調味 固定 你試看 假如他很瘦 假如他很瘦 你很胖 假設我們一開始的體重都差不多 外觀形狀都差不多 你就說一個有就好了 有可能 有可能會什麼 好 你說有可能會什麼 就你們兩個不一樣啊 哪裡不一樣 身體 身體怎麼不一樣 真的 沒有錯 我們的DNA不一樣 有些人的DNA 可能在裡面 就已經隱藏了一種東西 就是你對反應 肌肉容易生長 有些人的DNA 就是肌肉不容易生長 我對肌肉不容易生長 我對肌肉不容易生長 的DNA的人來講 拼命運動 我的肌肉很長得出來 有些人 有些就是運動一下 他肌肉長出來 舉個簡單的例子 我們同學 你們有看過嗎 有些人隨便吃 隨便吃兩盒飯 放起來 有些人吃了兩碗飯 三碗飯 四碗飯 那你讓我起來 是不是有這樣的 放不起來 他超高 有沒有 他這些都是存在 潛淡的演出場裡不一樣 他一定會長 比如說長多多多多 還是至少會長嘛 對不對 但是DNA不一樣 他潛淡是說 有人吃了一個 常吃 常吃飯 用勁嘛 你常吃飯 所以就是 編長比較會吃飯 所以一般這樣 你父母親如果胖 你生下小孩容易胖 這是因為DNA影響 並不是因為父母親 可能會吃水 小孩會吃水 你是這個意思啊 可是有可能 有一個情形是蠻特別的 曾經有一個 英國他們有一些科學家 他們講過 都是科學家 農夫 我上次講過這個 農夫他們想養雞 他們那麼多以前的雞 他們很可憐 因為他們說 以前的雞 雞長很自然 就把它放到高度 因為它也吃了 吃是長大 然後把它抓回來殺 可是慢慢的 買雞人多了 你讓雞動不跑 它升得很慢 所以開始習慣 把雞關在籠子裡面 不要跑了 你不要讓它能量 你就好好吃 吃完就長大 不要跑 不要動 都不要動 那所以雞長很快 雞長很快 雞現在人是三個月 就可以殺了 養三個月就可以殺了 你看我們這個 這個雞已經一個多月了 快兩個月了 已經兩個月了 已經兩個月的雞了 要這麼大 各位休憶 你那個 昨天啊 冠妮帶了 手拔的機會是無色的 OK 然後那個雞比我們 這邊還小吃 所以這邊應該是 可以烤的吧 我沒有牙 No 一旁那個 我放了 真的有多久 那那個腰都會被土 好 那為什麼不烤 那雞不是用來烤 都沒有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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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是飲食委員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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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剛自己有飲食要幹嘛 你飲食要的人太多了 我們先 我想 等一下我們再講這個實驗 我現在再做這個實驗 為什麼我說會拿雞去加菜 聽 好 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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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蘋果那個農家他們做一個實驗 他說 以前的雞 本來是野放的 後來把雞慢慢抓回來養 變家庭嘛 後來關在一起養 因為他不希望他跑來跑去 他還是會走路 他還是會走路 但是他不會敷蛋 以前雞蛋野外 他是要自己煮炒自己敷蛋 對不對 小雞 大雞做小雞 生雞蛋 雞蛋敷成小雞 可是他關在籠子裡面之後 他甚至下蛋 農夫就把蛋拿去吃 賣掉拿去吃了 雞不用敷蛋 經過這樣幾代下來之後 經過一二十年 二三十年的養 去養之後 結果他們有一天都把這雞說 不行 那雞太可能太不能讓 就把這雞放在野外去 死乾了 結果這雞長大也下蛋了之後 他們已經逛去怎麼敷蛋了 他們不會敷蛋 就是這個說法來講 他這場還蠻土的 用心被推的 他不需要敷蛋 他廢退 他把孵蛋這個能力 退化掉 他變不會孵蛋 然後變得有點像野化 然後現在會孵蛋 什麼孵蛋 現在為什麼孵會孵蛋 現在孵不就用孵蛋了嗎 現在孵不就用孵蛋了嗎 現在孵不就用孵蛋了 我剛講就是 因為這些孵 野生的孵 怎麼會孵蛋為什麼 因為 那為什麼我們的孵會孵蛋 我們講說我們有修先天的孵 先天的孵到底存在哪裡 先天的孵到底存在哪裡 一出生的時候 記憶存在哪裡 有可能存在DNA裡面 可是DNA會不會改變 也許會改變 因為你一直不用 他DNA可能也在做調整 所以他變成他不需要孵蛋 這個能力 他把孵蛋拿掉 那之後的孵就不會孵蛋了 那所以現在也有點善謀 其實在英國 他們英國農夫 現在養了雞 剩的蛋 現在還是能用孵蛋去孵 他沒有辦法自己孵蛋 那所以我現在在想說 我們現在養的雞 到底孵蛋會不知道 我們到來看看 我們到來看看 吃掉啊 搖烤 再說吧 好 我跟你講兩隻 為什麼不叫不要 一直被附近的人 轉去烤 附近是誰 這邊那麼多人 他們在廟那邊還有 很多人還會唱 好 然後我們後來觀察 某個小小島上的生物狀況 他後來提出另外一個學說 他說我們事實上 我們會有這麼多不同心靈設的動物 事實上不是因為用心退退 事實上是因為天責 誰叫天責 天就是老天嘛 老天在選擇 什麼叫老天在選擇 譬如有一群鳥 他到一個新的地方 因為這個 以前的大陸有通 他就飛過來這邊 又後來大陸不動 你就飛回去 他離到這邊 那這邊鳥的嘴巴可能很長 長嘴巴通常比較適合吃蟲 可是這邊沒有蟲 蟲很少 這邊有的是堅果 果實 種子之類的東西 變成他必須改變自己去吃 吃這個種子 可是長嘴巴不太適合吃種子啊 所以他最容易餓死 或是他沒有競爭力 可是其中他們這一群鳥裡面 有幾隻嘴巴是還短一點的 他比較容易吃的 吃飯就活下來 這時候誰選擇他們活下來 誰選擇那些長嘴巴 是環境 是環境選擇嘛 因為環境的改變 讓那些長嘴巴活不下來 就淘汰掉了 所以那些短嘴巴慢慢就去繁殖 繁殖擁殖 又繁殖擋出嘴巴更短了 有些短嘴狗 對 所以你看像鸚鵡有些長嘴巴的 或有些像那個 譬如說像鸚鵡 鸚鵡嘴巴就是那種很硬的很厚的 它適合吃種子的 鸚鵡真的會說話 鸚鵡對 對 沒有聽過嗎 沒有聽過嗎 我有聽過 我也沒聽過 然後這個天則就是這樣 因為經過環境的改變 它說物種經過一個大量的長時間的演化 它可能也會突變 突變慢慢繼續管治 環境變化之後呢 有些適合活下來 有些不適合活下來 結果有些就被淘汰掉了 那簡單來講 我們來取長平度的例子 课本他有长情录的例子 长情录的例子如果用听费对说的话 他怎么说的 他为什么变长脖子 所以我说是数上脖子 等一下 记者你说清楚一点怎么说 吃数上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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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有 可以看得比较远 可以看得比较远 所以长情录 所以大家一起讲说 我们要吃数上的东西 我们要看得比较远 所以大家看得比较远 我们要看得比较远远 是 那个小位 吃完是很高的 矮的地方都吃完了是胜高的 然后呢 然后就 二十 谁二十 我啊 反过的二十 所以这是用听费对吗 呃 这是用听费对说的概念吗 对我考虑 对 嗯 算进化 这算偏责吧 你讲的应该算偏责吧 好 这附近 矮一点的植物都会吃光 很增加高一点的植物 所以高一点的植物 脖子比较长 吃到高一点的植物 所以高一点的活下来 那脖子短点就死掉了 就天折 对不对 就是老天的选择 环境的选择 那什么叫用听费对说 另外一派说 不是不是 长情录的脖子是算那么长 不是这样 是因为这群长情录啊 他喜欢吃树上的嫩叶子 所以他就努力的把拨伸长 努力把拨伸长 努力把拨伸长 所以每个都这样努力 所以他慢慢的长得都是长脖子 那如果用这样的说法 你觉得哪个比较合理 我觉得有可能他们 我觉得都有 都有 所以你那么会努力 可以遗传给下一代的 OK 而且有可能是他自己讨太掉了 OK 好 有可能有一次有一只绵羊跑到树上 你直播片 好 这件事情就麻烦各位一起思考一下 这是经常作业 上次有学生的没还给我的 要赶快记得起来 这是什么家人吧 什么家人 我觉得不要 你需不需要 你要电脑 你要用电脑打开 那意思不是 那意思不是 要拿出角色